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 這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分別在記者會上 宣傳特區政府的所謂 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 陳肇始還提到 說會在法例第599F章當中加入指示 要求所有開放營業的餐飲業務 和表列處所 要在下星期四之前 向特區政府申請所謂安心出行的QR Code 並且在收到QR Code的兩個工作天內 要在入口的當眼位置展示出來 當這項措施公佈以後 網上便小不免一片的罵聲 很多網民質疑 究竟這個所謂安心出行的APP 是否為了監控市民行蹤 陳肇始在記者會上都被問及到 究竟有多少市民 是預計他會用這個APP 會不會考慮變成強制性的措施 會不會考慮罰則 陳肇始沒有透露這個APP 下載量有多少 他只是說特區政府會盡力推廣 呼籲市民自律使用 剛剛推出的時候 他當然是說自願性質 但當時間一久 發現一旦市民 不肯聽腦點下載手機APP 不肯使用成效不張 會不會最終演變成強制性質呢 不用就不行 不用就會導致某些罰則 會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我就相信 如果特區政府純粹說是自願性質 來推廣的話 無論他搞多少事情都好 我想大部分市民 都是不願意去下載這些 什麼安心出行APP 歸根結底的原因 就是因為經歷了過去一年半以來的事 以後 很多市民對政府失去了信任 到底你搞什麼呢 最好是我在網上看到 有些人說 英國的NHS也有搞類似的事情 去某些公眾場合 去餐廳也要掃碼 對呀 英國搞 英國還搞很多事情 人家又搞民主 搞法治 又搞制約權力的框架 又有自由 你有沒有搞這些事情 到最後 其實大家 不是相信人 是相信那個制度 制度是可以確保得到 喂 就算人家 獲取了某一些的資訊 某一些的訊息以後 他是不會亂來使用的 那時候市民就是不相信你 為什麼那些網民會質疑 你是不是搞監控 事實上 你就很難給到一些信心市民 是不是 人家又揭發你那個 所謂安心出行的手機APP 原來就會傳取了手機裡面 一大堆的權限 而這些權限 有很多是不必要難以理解的 你拿這麼多權限來做什麼 當然 有些權限都叫做可以理解的 比如說他就要傳取相機的權限 來拍攝相片和影片 叫做講得通 因為他要掃取QR Code的二維碼 但是特區政府就要確保得到 當市民關了這個APP 以後 相機就不能夠再傳取了 否則就什麼都被人看了 變成了安全的漏洞 接下來的 真的不知道怎樣去理解了 這個安心出行 還可以傳取儲存空間的權限 包括了就是讀取 修改 或者是刪除儲存 裝置的內容 搞什麼呢 你為什麼要讀取別人的手機內容 還可以修改 還可以刪除 你會做什麼 你會不會控制了整台手機 會不會被你騎劫了 市民的擔心是否有原因 接下來 還可以查看網絡連線 即是說 你那台手機 在用3G、4G、5G 或者是在收哪些Wi-Fi訊號 那個Wi-Fi機是什麼名字 又被他知道了 甚至乎你有沒有通過VPN 來保障自己的私隱上網 又被人知道了 你知道這麼多做什麼 關你屁事嗎 你的安心出行是為這些來搞的嗎 你聲稱是為了紀錄的市民去過哪裡 現在這台手機的內容也給你看了 連去哪一個Wi-Fi連線也給你看了 這樣也沒算 這個安心出行Apps就預設了 一開手機的時候 他就會自己啟動 即是說那個市民 如果他自己不去認識的話 就一直啟動 喂 你特區政府不是說 這個安心出行Apps 是為了紀錄市民去過哪間餐廳 或者是指定的處所嗎 為什麼一開機就要啟動 你去到餐廳之前才啟動就可以了 是不是呢 正式就是沒有那樣整那樣 有些市民還發現得到 原來這隻安心出行手機Apps 那個開發商就叫做Cherrypix 因為在Google Play上面 那個程式開發人員就是Cherrypix 照計就是這家公司開發 Cherrypix有什麼駕駛堂呢 原來他們的母公司就是Nect Dragon來的 就是一家位於大陸的網絡遊戲營運商 總部設於福建的 喂 那就糟了 一聽到這些東西 你說叫那些市民放不放得心來使用呢 難怪有些網民就說 這隻也不是叫做安心出行 是叫做安心上路 然後林鄭月娥就來演繹究竟什麼叫做自願性 我們又聽聽他怎麼說 他說用這個安心出行是自願性的 就算有些處所 一定是要你用安心出行也好 要掃這個QR Code進去的 你就可以自願去 可以自願不去這些場所 這個完全就是為了保障全體市民健康 令到有感染個案發生的時候 能夠更加容易追蹤到 他就是自行來演繹什麼叫做自願 這跟市民的理解完全是有出入 市民的理解當然是說你自願數碼 或者自願不數碼 原來他的自願就是叫你自願去 或者自願不去 跟大陸說有言論自由一樣 你有言論自由 你有批評美國總統的言論自由 有批評蓬佩奧的言論自由 是不是 這樣也可以 林鄭這個自願 原來就叫人自願不要去 那你跟強制有什麼分別啊 大佬 找來講 你硬來嘛 這些是叫做 好了 那跟著呢 再說來這個特區政府 喂 根本上就是多重標準的 家陣市 你又說要關閉那些酒吧 和叫做夜總會 啊 那最好笑就是 喂 家陣市現在出第四波的爆發 是因什麼解救呢 就是因爲那些闊太 走了去那些什麼 啊 跳舞嘛 跳老母嘛 是不是啊 跟那些很年輕的 啊 東歐俄羅斯的藍毛 是不是啊 那你那幫這樣的闊太 都已經是六七字頭的了 還要跟那些二字頭的年輕人 去跳舞 這樣也算了 是不是啊 現在特區政府 又不說要封那些跳舞的場所 只是封人家酒吧 和夜總會 就不用做生意 啊 這樣也有的 喂 人家有沒有酒吧感染群組 最近都沒有啦 是不是啊 那些酒吧 是不是要倒閉呢 好 接下來會不會又說 加強那些 餐廳啊 食店啊 那些規則呢 啊 不用做生意的 人家整年已經折騰了很久的了 你特區政府那些什麼資助 蚊都睡了 對不對 你資助了多少 人家開間地鋪打開門口做生意 只是交那份租 就已經很麻煩的了 啊 還要養著這麼多工人 喂 你特區政府那些高官啊 哪一人知道才行啊 啊 你每個月頭啊 打保已經有薪出了 三十幾萬二十幾萬 啊 你怎麼會理解到別人做生意的那些辛酸啊 不是說個個都好像你這樣 一千幾百萬未開頭 大哥 想起來那些措施呢 全部都是本末倒置的 啊 你特區政府自己也是雙重標準 是不是啊 一尾呢 就知道那些市民 啊 一會兒又說抗疫疲勞啊 一會兒又這又怒啊 為什麼你不反攻自省呢 你不問一下自己呢 啊 你林鄭月娥去搞那些什麼授勳典禮的時候 陳百祥呢 和王杏秀脫了口罩拍照啊 放上微博 好得戳啊 啊 啊 你成何體統呢 還有啊 你那個什麼TVB又是 現在就爆發了 是不是 這個蕭靖南原來呢 就是這個緊密接觸者來的 啊 另外呢 就累到二百多人要去檢查的 喂 你這些是不是雙重標準啊 啊 為什麼那些大機構啊 為什麼你自己特區政府 就可以不戴口罩呢 你就很怪責那些市民 喂 那當然有些阿伯有樣子學樣啦 是不是啊 喂 阿叻都不戴 我也不用啦 是不是啊 啊 你是造成了一些壞的榜樣啊 啊 離了大譜 你一抹就知道 責怪那些市民 責怪自己有錯 當然是別人的錯 還有啊 那些不必要的免檢 你特區政府 什麼時候才肯停呢 啊 那些什麼外交人員 為什麼可以獲得豁免呢 尤其是來自那些高危地區的 啊 可能他們的國家 根本上都沒得驗的 啊 自己中了都不知道的 喂 你想一下 隔離疏打浮政府啊 喂 前任行政長官何厚華 走來香港啊 啊 送啊 何博士 最後一程回到澳門街啊 啊 他都要啊 強檢十四日啦 在家裡的樹 是不是先啊 人家都是一視同仁啊 你特區政府 會整齊了那些外交人員 免檢 搞得一塌糊塗 香港是 問誰拿啊 問誰索償啊 那些食店 那些酒吧 那些夜總會 怎麼做生意 問人家怎麼做生意 是不是先啊 你特區政府那些高官啊 由入職第一天開始 就每個月準時有糧出 啊 還有呢 津貼來去申請 啊 做得好 做得壞 啊 那份糧呢 都會按住那個年資來去升的 啊 你死不死啊 你怎麼知道人家做生意的 那些是怎麼新宣發啊 你怎麼知道那些市民 是多麼水深火熱啊 又不下區去聽下市民的 那些訴苦 喂 以前彭篤有時候 自己下區啊 去街市那裡巡訪一下 是不是先啊 啊 最多很遠 吊著兩個保鏢而已 林鄭做不得到才行啊 多什麼的 真是 上年還裝了東西 說會搞什麼社區對話 現在對話了去哪裡 聽都廢話聽 好啊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